大家好,我是Maggie 现在时间11点40分 那11点40分差不多到了快吃饭的时间 所以各位委屈了 这个时间会留下来的 表示都是真心愿意想听的 那我们今天就直接进入到 那个使用Cathleen开发企业的网路应用程式的部分 我是Maggie 那也是社群的志工 然后也是Java跟Cathleen的开发者 这部分是我的Github Medium跟Cathleen 对不起,右边这个是Cathleen路边漫谈 Cathleen路边漫谈 跟Cathleen User Group的几个组织者 共同举办的Podcast 这样听得到吗?后面 可以哦 OK,那 我想要问一下 这边没有写过Cathleen的请举手 应该是都有写过吗?没有写过 竟然这么多 那这些人里面有写Java的请举手 所以刚才那几位 那没有写过Java也没有写过Cathleen的 有没有 好,那 那我很怕待会你听不懂 好,来来来 没关系哦 试掉一下 那Cathleen大家知道 有接 大部分都接触过 所以我就快速带过了 那我们Java的那个圣诱在后面 来了 就是Java所研发出来的一个软体 好 那我们所认知 开发网页应用程式需要哪些技能呢? 在这之前呢 我想要请教一下 只写过Cathleen没有写过网页 就是包括说Android的工程师 然后你没有开发过网页程式的? 都没有 很少啦 大部分都开发过网页程式 所以开发 我们一般所认知 开发网页程式需要什么样 对不起 开发什么样的技能呢? 我给各位看一个 这个是 这个是Mozela的MDN WebTool的网页程式 写过网页大家都知道 对这个都很清楚 一定会知道这个网站 然后你看它里面写网页 会需要懂这么多东西 包括前端后端 那这个是W3C School 这个网页改版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网页改版了 弄得很漂亮 HTML CSS JavaScript 这个滑过去 我们的 Karlene在哪里呢? 还有Java CShop 大家有注意到 那个重要性 一直往下 然后框框越来越小 我们现在 我们 不错 已经爬到第一排了 跟R 还有NoJS 并列在最小的第一排 加油 然后 我们再回到刚才 我们简报的部分 好 这是我们 一般所认知 开发网页 必须要懂 HTML语法 CSS 或者是 如果是Java开发者 你可能会需要懂一点 Serverlet的概念 才有办法 去开发出一些 比方像MVC 的这样子的架构的程式 好 那我现在呢 给各位看一段程式嘛 不用知道 它里面在写什么 只要稍微 瞄一下 眼睛稍微瞄一下就好了 好 你看哦 这一个呢 它很明显 它就一个 Data Class 学生的Data Class 里面就是栏位定义 这些都是一些Entity 很标准的Entity 然后 好 OK 下一个 这个呢 刚才是在定义一个 学生的Entity嘛 现在这边呢 好 看起来 好像是在渲染画面的 很像已经在渲染画面 有没有 就是 Title啦 然后Column啊 然后 这边底下Refresh啊 然后 资料来源啊 没有 这个Button 等一下我会告诉 给大家看这个Button 是什么东西 这个在这里不重要 好 然后呢 好 看完这一个之后 再 再给各位看这个画面 这个呢 就是刚才那两段Col 写出来的 当然后面ShowEdit Deleter这些 按下去 它还有各自的作用啊 那 这一个渲染画面 跟学生资料 就是从刚才那两段Col 出来的 那各位有看到任何 一点HTML CSS的设定吗 或者是前端的 任何前端的框架 也没有 好 对 那我再给各位看一段 这个是部门 这个是部门 很简单 一小段 跟刚才一样 就是一个Data Class 然后Entity 这一段 它跟刚才不一样的是 它用了另外一个元件 Grid CRUD 然后它的资料来源 这边 我们知道那个Entity DAO 大概都是 Find什么东西 Find什么东西 这样子嘛 就在这个地方 Find什么 好 来 大家是 描过 有印象就好了 不用知道它在干嘛 来 这个 这一个呢 就是刚才那两段扣 写出来的 在刚才我们利用Grid CRUD的时候 司其名顾其意 他就已经把CRUD都写完了 从这边新增修改删除 然后画面的渲染 全部都在这里了 就在刚才那两段扣里面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刚才那一段 对不起 这个 这里 就是这样子 我们刚才已经做完CRUD了 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Vadi 在这之前有听过Vadi 写过吗 真的 所以我不能乱讲 有压力了 有压力了 OK 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 什么是Vadi 他其实最早 最早是在2001年 由一个IT 秘密友还卖 由他 这个人 那个名字 就是由这个人 所写出来的 当时呢 他还不叫做Vadi 他只是一个出版 想要利用Java 想要利用Java来写一个前后端的应用程式 然后做到一些渲染的效果 渲染到前端去 所以他从2002年使用Agex的技术去做渲染画面 然后在2006年的时候把这个概念独立出来当成一个商品 后来2007年出了第四版 这个会列出来的那个版本 其实他都是有一个比较指标性 一个指标性的发展位置 然后在2007年的时候呢 他使用JavaScript去做画面的渲染 在2009年的时候 不过2007年他用JavaScript做渲染的时候 因为城市变得太过复杂 所以他同一个方式呢 在2007年年底他就fail掉了 转而使用GWT GWT其实就是那个 Google Webpack Toolkit 是不是这样 好 去GWT 大家去查Google GWT 大家就知道了 好 讲错的话就是 大家查一下 去GWT OK 他在2009年发布之后呢 2009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他发布之后 同时跟把公司更名为Varding 直接把这一项商品 当成公司名称来作为发布 而且在这个时候 大家知道MySQL的开发者 后来他把MySQL卖掉 自己又做了那个Maria TV 那一个人投资了这一家公司 投资了Varding这一家公司 投资金额多少 不知道从来没有公开 但是他就在2009年 看到Varding的Friendwork之后 他就投资了这一家公司 然后在2001 这时候呢 其实他就是 我们会通常我们看到Varding的出版 都会讲说2009年的原因 是因为他在2009年成立了这一家公司 而且把这个Friendwork正式更名为Varding Friendwork 然后在2010年的时候 他出了一个Varding Directory 我待会给各位看一下画面 这是什么东西 大家看一下这里 这个就是刚才所讲到2010年 发布出来的Varding Directory 它里面呢 其实就是什么 官方呢 他有提供的这些元件 这些呢 是官方所提供的元件 当然 但是现在演变到 二三版了 今年五月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正式发布 标准版 二三 当然之前元件没有那么多 也没有那么漂亮 但现在呢 他这是官方的 原件 他提供了这一些 那左边这里就是 Components 你看他提供 有点小啦 不过这个网路上都搜了到 所以大家搜一下 大家就知道了 这些是他所提供的 Component 这么多 划到这里 从这里开始 Component 这个树状的这一块 有展开了树状这一块 这么多 那有点的那一个是 Pro版的 付费版 Pro-for-gay 吧 好 那这个 Add-on directory 是拿来干嘛用 其实就是为了补足 发电的component 没有提供的功能 就像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外挂 或者是一个 一个 以前我们在写 那个Java或Cutting的时候 哪些功能没有 我们不是上网找了 Third Party的东西吗 那这个其实就是 官方提出来一个平台 你有任何好用的 扩充我的元件 然后你觉得非常好用 一定要拿出来给大家用的 大家都可以自由发布 在这个平台上面 那刚开始的时候 那刚开始的时候呢 80公司里面的工程师 也自己发布了一些 很好用的元件 之后也吸引了一些人 加入 所以这个 还不错 之后 我们往后继续讲 你看以前的那个 右下角那一支路 很漂亮 这是早期的logo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后来它变成什么样 左上角这个 路很漂亮 为什么要改成这样 就是左上角这个是 是它目前的logo 那Vardin呢 如果说你现在进官网 已经可以看到 它只剩下Vardin Flow了 在今年 三月之前 从官网进去 会看到Vardin进去 它分两块 一个是Vardin Flow 跟一个是Fusion 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官网偷偷地把Fusion 改成Hila 但是只有官网改而已 其他的页面 都还是叫做Fusion 然后呢 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再进去看 你就会发现 在官网上 Hila 不管是Hila也好 Fusion也好 通通都不见了 它把它拉出来 另外独立做成一个很单 独立搭成一个 单独的网站 那Hila跟Flow呢 差在哪里呢 Flow其实它 因为像我们UI层 要把它映射出去的时候 有些你可能会用JavaScript也好 TypeScript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 把画面丢到前端去 这些结果 资料丢到前端去 那好 它在EY厂的时候呢 Flow它其实 我们知道那个Vardin 它就是 背根就是Java 所以它通通 背根都是一样的 都是Java 那只有它在渲染前端的时候 会不太一样 Hila 过去Fusion 它现在Hila Hila它就是用TypeScript 去做画面的渲染 今年3月份 它把整个 发布了23版的标准版 从14 14的话是在20 我时间有点久 2016还是多少 我有点忘记 好像印象中 2016 它把14发布之后 中间一直没有 标准版的释出 一直到今年 所以它整个的结构 也做了很大的变化 那我们今天要讲 今天要讲的主軸 是Vardinan Khatri 现在在官网上看到 你直接点进去看 它其实都还是会写说 它是支援Java 偶尔在14版发布的时候 曾经呢 他们想过要用Gradle 然后InteriorJ 还有Catherine 它切分了几个页面 是希望说 这一些开发者 也可以加入Vardin的行列 那在早期Vardin 其实最多写的 就是用Eglives 它加上一些外挂 然后用Java 它可以拉出一些画面 这是最为人所熟知的 如果你上网找到是 有些资料可能会这么写 OK 那J呢 他是 这一位 Martin 他是Vardin的工程师 他在 2019年 我想一下 2017 2017 发布第一版的那个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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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2017年的时候 Vardin on Coutherin 它是 Based在 Vardin上 Based在 Vardin 另外再做出来一个小型的框架 主要是 就是用Coutherin来作为开发 那我们知道在2017年的时候 Coutherin被 被Google选为官方语言之后 就是蓬勃发展嘛 所以他也看好这一点 但是呢 在官网上 在官网上对Coutherin的资源 其实是少之又少 但是这一位 这一位工程师 他其实是 投入在Coutherin 就 他就在写一个 Vardin on Coutherin 这个框架 他其实是投入了 大量的 实现精力 在做这一段 所以 我们今天的demo 全部都改为这一位工程师 现在呢 我们在看到 官网上 关于Vardin 他其实已经是 各位看 那个页面没有出来 等我一下 现在呢 现在官网直接 Vardin.com 斜线Coutherin 他有一个独立的网页了 过去是没有的 好 那我们再看哦 往下 在右下角这一个 右下角这一块 底下 他这边Vardin on Coutherin 这个就会联动到 Martin 他当时 在开发这一个 所释出来的一些文件 还有demo程式 可以点进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Vardin on Coutherin 他自己做的一个战 最早呢 他其实是只有一个人 在做这件事情 直到架子被看见之后 他的 他们的team 现在已经有四个人了 包括他 就是去 去看他的那个GitHub 可以看得到 有四个人在卡密同一个专案 好的 然后我们再回答我们的 刚刚有提到 对这个是时间点 就是2014是2014版是2019 刚记错了 所以呢其实在 如果说你在官网查 Coutherin 就是Vardin Coutherin的关键字去查 查到的都会是14 或者是8 都会是8或者是14的 10这一个反而很少人在用 大部分都是8 然后就直接调14 时间太接近 而且他的改版幅度很小 然后呢 我接下来 当然让大家看一个画面 等一下会做画面的展示 它其实呢 就是主要画面 是这个 记得名字就好 Main View 还有Main Layout 它就是一个Layout 这个Layout呢 不光是可以给 一个单一个View用 它可以给很多 很多View使用 那个Layout是什么 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模板 我就把它当成一个模板看 我所有的View 通通都套着一个模板 它执行了什么东西 我通通都要 包括说全线的检查也好 或者是 它的选单也好 或者是 里面 颜色色调 画面整体的设定Layout 就是在Layout上面 一哈 抱歉 剛剛程式停掉 等我把它開起來一下 我可以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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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場看到Essession操作了 幸好 我家在 現在這個是畫面的Layout 我先給大家看View 先給大家看View 其實這個畫面就很簡單 我在View上面其實沒什麼東西 這個Route它就是一個首頁 後面是空的 這個Route是空的 它就是首頁 然後我Layout指明明是MainLayout 當然這都可以自己定義了 那我的名字就叫MainLayout 好 那它就是一個 可以Compose 然後它有做一些監聽的動作 那監聽的動作在做什麼 其實這邊就是資料 假資料的產生 因為我畫面有一些假資料 那就是產生一些假資料 畫面這一段全部都是假資料 產生 這個SourceCode已經上Github上了 好 好 我們接下來看那個MainLayout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我把畫面拉過來 它那個漢堡選單就縮小了 很好玩 那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因為它是一個APPLayout 很好玩喔 我就是弄個APPLayout 它就會自己把那個漢堡選單縮小了 我也不用去按 那還不可以按出來 可以啊 還可以按出來 OK 好 那在這邊呢 很重要 好 這邊的這個就是這個Tab 就是漢堡選單 然後抽屜的方式 因為有寫Android 大概就對這個名詞都很熟悉 好 那裡面的執行程式 就這樣 我現在喔 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剛才 所執行過的 這一個地方喔 如果說各位回去拉SourceCode看的話 稍微給各位解釋一下 你會看到三段不同的學生畫面 學生資料的展示 那差別在哪裡呢 差別在於這一個呢 我是用原生的那個Component下去寫的 我們Varding上面它不是有些原生的Component嗎 這個是Varding原生的Component 然後後面再加Column 去做 去加畫面 然後先看畫面 待會給各位看Col 然後這一個呢 是用 Pro的那個 C-R-U-D Varding Pro它 Varding的Pro版 它有一個叫做 有一個Component叫做C-R-U-D 這個就是透過那個C-R-U-D下去做了 那這個C-R-U-D跟剛才那個差在哪裡呢 點進來之後 它就 直接刪除 取消 然後更改資料 因為沒有打 隨便打一個 但是它原生的這個有點問題 它訊息 底下的資訊出不來 所以 等一下會給各位看那個C-R-U-D-U-I 為什麼要用C-R-U-D-U-I的原因 它這邊 蠢了 可是我明明有做檢查 可是它底下 卻沒有把錯誤訊息告訴我 這是 它這一個本身有一點點小Bug 這個 這個U-I這一個呢 是 一樣是 修改 進來之後 沒有蠢 然後它應該 我隨便打 然後它訊息就出來了 像剛才那個訊息沒有出來 這個 這個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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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dint Vardint Directory 那個網站裡面的 某一個元件 叫做 C-R-U-D-U-I 發出來做的 所以呢 你只要有遇到問題 幾乎都可以在 Vardint Vardint Directory 那邊找到你的解決方案 我覺得這還蠻好的 來看一下 剛才那三段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喔 你會發現它寫這些東西都是大同小異 它畫面渲染就是Grid 不管是哪一個 它是那三段全部都是它畫面渲染就是Grid 然後呢 它一定會有一個資料來源 在上面這裡 一定會有一個資料來源 它資料來源就是 就是學生 這個entity 然後呢 欄位指定 指定指定 後面喔 這剛剛有講 因為它是原商 它只有一個Grid 做畫面渲染而已 那我後面的動作 全部都要靠 全部都要靠這個 我裡面喔 我先跟各位說一下 在GitHub裡面 會有兩包 會有兩個專案 一個是 一個是現在demo這個專案 等一下我會給 會demo另外一個專案給各位看 那是去年鐵人賽的時候寫的 那個專案當時我是用E4 是用VADINE4做的 那那個VOK這個專案呢 其實它跟板速度非常的快 幾乎只要VADIN跟板 它裡面的配套就會隨著跟板 一個月之內一定會跟板 速度非常的快 那雖然我都是用VOK這個小框架去做的 但是它的版本幾乎都是跟著官網的VADIN版本在跑 好所以呢 這個 大家會看到後面有一些 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這個是用23寫的 這個專案是我今年就是前 就是為了今年的展示 然後把它稍微做改版 所以這個是23寫的 那有另外一個專案如果是去 你看到的是去年Push上去的那個專案呢 它是用E4寫的 會有語法上的一點點小差別 但是差異不大 所以如果看到兩邊不一樣 這個都是因為版本的關係 所以它就切到這一邊呢 一樣它切過去 然後資料可以帶過去 它資料怎麼帶過去 後面這個就是帶它的ID 那它怎麼接 我們直接看怎麼接好了 OK OK 正常 Has URL Permitter Has URL Permitter 然後它繼承了之後 實作這個方法 你就去Set Permitter 就是這個你看它收過來的ID就在這邊 所以它是利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接前一個頁面丟過來的參數 那接到參數當然我們其他就可以自己去做了 把裡面的學生拉出來 用 因為Enter里把它就Get 把ID把它抓出來 把ID把它抓出來 栗位塞一塞 塞到我們這個畫面裡面去 所以 這個吧 這個是這個的 這個我們自己手動做的這個 Show 這個我沒有 我就是純粹把它轉頁而已 然後修改 其實這個是後面是Show 那修改一樣 修改的話 一樣它會有一個Edit 你看這邊是View 純粹是Show而已 所以是View 那這邊會有一個Edit 那為什麼呢 它已經有CRUD這麼好用的東西 那還要去了解它的原生呢 其實有一些比較複雜的畫面處理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知道 有一些很複雜的畫面處理是要額外去做的 所以知道它原生怎麼做的 之後再遇到Grid 或者是那些CRUDUI也好 或CRUD Grid也好 遇到一些狀況 我們比較知道如何去排除 所以其實是 雖然它是用原生的來做 但是也推薦大家 了解一下它是怎麼作業的 OK好 就是 這個是這樣子 我先帶過去 我們現在還要再帶到其他地方 這個CRUDUI 這個Code 剛才大家有稍微看一下 我給各位看一個不一樣一點的 好了 另外一個專案 就是我說去年用E4寫的那一個 因為裡面有一些比較 chart 然後什麼 比較有一點變化 看這一個裡面它有 有時候我們在會需要 寫過網頁程式的 大概就是 多多少少會接觸到說 我們會需要通知 一個broadcast 廣播啦 其實就是一個廣播 我們會需要廣播 那廣播給所有 接我們這個頁面的人 那方廣播 那這個就是 其實就是 這個就是發廣播的 然後 因為我是自己廣播 然後只有開一個頁面 所以我自己收到啦 如果我開很多頁面 很多頁面底下通通通都會收到這個通知 這個就是廣播 那這個廣播怎麼做呢 其實 蛤 不是 出乎你意料之外的簡單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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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想了現在想了我們這一位是那個 也是大大之一喔 他想了都是 都是那種很 原生我們所知道的那樣子的做法 因為我們要做到這樣子的廣播 不外敷就是要做網頁 然後 然後 這一些的 但是 它多簡單呢 剪刀到我都找不到了 等我一下下 這個 這個直接修這個 你看 你看簡單到我竟然都沒看到 因為行數太少了 因為行數太少了 在這裡啦 加 加 就一個 broadcast 就在這邊而已 然後他接的地方 帶各位進去看一下 這個就是那個 broadcast 一行而已 很容易忽略掉 你看 這個就是 broadcast 然後 註冊 我們知道我們要去接收訊息 你要先註冊嘛 就是一些註冊 然後廣播 收訊息 就這樣子而已 沒了 這個是發出去的 好 來 那我們再來看個 10 好 剩10分鐘 我們大概稍微demo一下一些功能 我們就可以下課了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chart 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多簡單 我今天不是教大家怎麼寫程式啊 我今天是要告訴大家有多簡單 這件事 好 加在這裡 當然在這個前面都已經有收集資料 那收集的資料部分都是在 都是在同一個專案裡面 學生資料裡面 然後學起成績啊 這邊都有 好 這邊 好 看一下 查學期 第一個學期的 這些假資料都是一開始就 就寫進去了 好 所以學習成績都有了 然後我們現在做 做圖表 就在這裡 一樣 做一個圖 然後這個它就是一個chart 看到 有看到 好 它就是一個chart 然後呢 做一些簡單的設定 就這樣 然後 設定它的 橫軸 中軸 就這樣子而已 其實喔 我其實都不用解釋 各位寫過程式 我都完全不用解釋 你這樣瞄了一下 大概就知道 喔 這個是在 這個 英文 黑色 那一個 數學 綠色的 然後 這個體育是什麼 只要拉出來就這樣 色一色 這個表就出來了 所以 在Varding上面呢 去使用 使用Varding去做這些圖表 當然它還有圓餅圖 各式各樣的圖 那你想知道它有什麼圖 官方的那個component 其實都可以看得到 是非常的容易 然後 我們再來看一個 還有這一個 因為這一個去年寫的時候 剛好是立委選舉期間 所以就覺得好玩 就拉了一個 就這個是API啦 這個是 直接open data 這是open data來 這邊全部都是open data來的 這是 今年喔 今年沒寫 我拉去年 這是 就是 然後點進來之後 它是一個 下拉 你就點進來 它就直接出來了 那想要知道怎麼做呢 其實我去年的那個 鐵人賽裡面都有寫這些做法 那 因為現在版本不同 有空的時候 我會就要再把這些 整理到我的 整理到我的 用二三 重新整理到我的 米點上去 不要啊 不要 你完賽了嗎 兩個 三個 鐵人 都完賽 這一整排都有 都是鐵人 好 所以你看喔 它裡面也可以用地圖顯示 然後 我在這邊喔 這邊那時候我在寫的時候 我自己客製畫了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list 我自己客製畫了這個list 因為它其實都長得一模一樣 它就一個header 然後底下一個list 兩個quant 就是 而且我可能其他地方都會用到 那我不想要重複的寫這些code 我就自己做了一個component 去做這件事情 接title 接list 然後把裡面的資料秀出來 好 那怎麼做呢 來 有時間的話我們就看一下 剛剛是 這個嗎 這裡 這裡 我自己做了一個 會員會處理處 list component 這裡 有點小喔 我就自己做了一個list component 然後這個list component 就 丟進來 它是屬於委員會 然後裡面一個 資料清單 就這樣 有興趣的話 自己去把code 抓下來看 那些細節 沒有時間講很多 然後 接下來呢 還有 看一下 什麼東西 一樣 你看喔 像剛才我說的那個list 我在那邊用到了 我在這裡還要用 當我寫到第三次 我還要再顯示同樣的 一模一樣的東西的時候 我就決定我把它component化了 因為同樣的東西做久了 你就會想要把它做成模組化 所以 我要想把它點 很好玩的東西就是 你要做那個 你要做那個自己做一個component 也很簡單 然後傳進去的參數 一樣是 接參數 然後把它修出來 那這都是一樣的結構 一模一樣的 這些一樣全部都是從open data來的 用greater去顯示 然後這個呢 這個就是一個 那個frame 我們在html裡面是講frame 它裡面其實也有一個 一樣是frame 但是這個 我有用 我有用css 稍微寫一點東西 如果不懂 就是為了調整它那個畫面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那個 通常我們在看網頁 很討厭的是什麼 你網頁縮小 它那個畫面就被解掉 超火大 然後或者是呢 它那個畫面就是固定大小 你就是沒有辦法把它拉到 你要的那個大小來看 這個真的實在是 讓人很不開心 那它這個就很簡單 一樣是用 它一樣是可以寫 寫語法來解決這件事情 然後 這個也是CRUD 如果是一樣的東西 我們就不看了 這邊就只有 我就只有加進兩個欄位而已 因為這邊是我自己 客製化的部分 就只有兩個 就只有兩個欄位而已 好這一樣我們就不看了 然後 差不多 今天 這個 它這個原生 它其實還可以這樣子做 我直接現在去過濾 我把它說小一點 我直接去過濾 女生 它就會過濾出來了 好那我現在去找 今天 某一天生日的 沒有沒有這一天 太難找了 我打個字好了 我要找個教 它這個假資料很好玩 我拉出來那個信 都跟我們台灣慣用的信不一樣 欸 我都忘記我有寫這個東西了 抱歉我都忘記我有寫這個 好 點下去就可以看到成績了 那一樣喔 那這個我覺得 這個功能是我們 經常會用到的 那如何 利用渲染技術 去渲染它的下一層的內容 這些都是用 就是一些渲染的方式去把它做出來的 所以這個就是 有 source code自己可以拉下來看 好的那我們時間呢 其實就是差不多了 好謝謝 非常謝謝各位